一場車禍為什麼會掀起全台怒火 因為公車撞到人後 人不死喔 再去打油門 把電影死 我跟你說 大家看到都會蓋到要死你知道嗎 有時候剛才林媽媽就在說嘛對不對 他們女兒第一時間 坐小孩撞到很大 在台下對不對 過個馬路而已 叫公車撞死 撞死 還沒關係喔 不是第一時間沒有撞死耶 只是撞到他 手受傷 結果竟然打油門他撞死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叫公車撞死嘛 你媽媽也說嘛 撞死那就算了嘛 這個就是撞死就是一個意外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他的同學在場 跟他走在一起的人就講說 其實公車一開始的時候 撞到他的時候 這個林姓女大學生的話 他只是手臂斷掉 對不對 而且大家都跟他說 你撞到人了 你撞到人了對不對 你停下來 那個司機下來還下來喔 他下來看了之後 撞到要撞到 如果沒辦法 他也不知道說撞到哪裡 手得怎麼樣 他也不知道撞到哪裡 他就趕快想說撞到 就上車就開始打電話 打電話也不知道 打給誰是報案 還是報給保險公司來處理 也不知道 對不對 他上車之後 車子在油門再踩的話 那個女生就活生生 脖子這樣被撞過去 你知道嗎 很可惡耶 就當然可惡嘛 人家現場這麼多人看到 已經跟你講說你撞到人 你撞到人不管怎麼樣 你總要好好處理嘛 怎麼會上去又把油門踩下去 本來人只是手回去 現在撞到死 來 學偉 這種大車其實不管是公車 貨車 連結車 砂石車 都一樣 是不是撞到人 撞到死賠更少 因為我們現在的賠償 我覺得很誇張的是說 我們車禍賠償撞死人的話 通常他有一個聯保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強制減嘛 兩百萬 你賠完之後你司機是不是 你拿了兩百萬喔 那我這邊的賠償金 是不是就少了很多 因為強制減幫我負擔了兩百萬了嘛 死一個人 正常人 大家就在說 在台灣都死一個人 差三百到五百 所以以前經常聽過那些連結車 或者砂石車業者 他只要撞到你 一定要給你調戲 以前早期那個高速公路 他還倒鐵路有沒有 以前那個倒鐵路 滷一次又不夠 開頭前又滷兩次 反正可能要把它碾壓碾壓 到你斷氣為止 對不對 以前在高速公路 常常就有那個連結車 大卡車有沒有 他為了要趕薪水 因為一趟的話七八千 他一天可以多跑幾趟 所以那個時候 遇到車窩的時候 看到頭前車 煞車煞不住 對不對 因為他開很快 煞車這麼做 他不會緊急煞車 煞車還會翻車 還會危險 整個都過了 好 來 范老師 對 我想這件事情 為什麼大家覺得 任意很髮指 就是說 第一個 這位女生 是一個非常學藝優異的 她是台中東海大學 會計系的高材生 學業非常好 而且她非常熱衷於這個舞蹈 所以很多影片都出來了 第二個是受害者 竟然是本來只是受傷 被這個司機硬生生的碾壁 那這個司機據瞭解 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事件 也發生出 他也曾經發生過 碾壁人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一個司機 為什麼一而再再三的出錯 第三個是 他公司 汽車公司 他們強調是說 你跑的班越多 你的薪水越高 所以變成說司機呢 他為了要搶班 他為了要今天 所以他們很容易超速 對 超速 超速結果就發生這樣的意思 所以他們的獎金制度 是你跑越多燙 拿的獎金越高 變成說這家公司呢 其實他的前科累累 那你們今天所著重的並不是 司機著重於駕駛安全 而是以著重你司機跑多少燙 用燙來計次 用你跑多少燙 來增加你的收入 那當然司機為了要增加他的 他的這個薪水 他當然就是 他們還有一個污點獎金 就是你在行駛的這段時間的話 你如果沒有污點 班車沒有污點 就能夠準時代 回來的總戰的話 你還有獎金給予領 好 那為什麼全台怒了 除了公車司機 本來一樣撞到手斷掉 結果大油門 抵合四以外呢 台中市府 為什麼這樣的公司 竟然還給滿分呢 我們來看何欣全的質詢 你那學生的媽媽昨天有發聲明 難道我們的孩子以後走在路上 都要穿著盔甲嗎 部長你聽到這一句話 你做何感想 你知道更諷刺的是什麼 我找到了一個數字 根據剛剛我提到的 111年度台中市市區汽車客運 營運及服務評鑑計畫書 是在去年的12月22號公布的 你知道這一次招式的聚業 居業居業 竟然是滿分最高分 我不知道是算錯了還是怎麼樣 未來在這一塊 對於司機員的管理 對於客運業者的管理 要積極落實 好 這個阿川很熟 我先問一下 這種評鑑是欽差者嗎 評鑑它有很多指標 有些指標是客觀的指標 譬如說這家公司過去的一年 他們被開了多少罰單 監理手資料調來就有了 每一個罰單罰多少錢 第二個有沒有死亡車禍 有沒有受傷的車禍 受傷包括在車子裡 要我開車緊急煞車 還有一條布 擲桌 送醫 這種都靠分 那就是客觀的 那主觀的就是 乘客會做秘密課調查 會派人上車座 比如說這傻瓜有沒有 常常緊急煞車 傻瓜有沒有飆車 傻瓜有沒有闖紅燈 傻瓜有沒有服裝儀容不整 有沒有對人家大小車 這個就是秘密課上去打的分數 好 那如果照你剛剛講的標準 我要問 這家公車呢 五年內撞死了兩個人 2022年平靜的前一年 這剛才撞死人 這是第一個 你剛剛講嘛 有沒有肇事或者致死記錄 對 第二個呢 他在兩個月內四度闖紅燈 這個罰單查得到的 對 這樣的客運 他可以得到滿分25分 然後現在呢 台中市府說這是物質 是物質嗎 他們還發了兩百多萬獎金給人家 這會是物質嗎 寫報告 這個報告我寫過 我做過很多地方的公車評鑑 我當計畫主持 我在學校當教授的時候 然後我去當交通局長的時候 我每年都看這個報告 所以這個報告廠商亂做一看就知道 這個報告的 這一個大象是25分 他總共有四個大象 滿分一百分 那25分呢 第一個25分 你這個負責寫報告的人 跟負責審查的人 官員 你就要注意說 那我可能25分 都沒有扣到任何 小數點都沒扣到 你就要警示了 不是 你光光看到25分 你就覺得很奇怪了 對不對 但是滿分是25嘛 那怎麼可能25 這第一個 然後這家客運公司 有弄死人的紀錄 有闖紅燈的紀錄 有很多客宿紀錄 怎麼滿分嘛 你告訴我 第二個你看上面都是小數點 上面都沒有滿分 最後為什麼滿分 這個表怎麼來 這個表是Excel表 它不是Word的表 Excel表就最後那個 是一個公式家種的 所以顯然有人去改過這個25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這個不是物質測試 人 為 為 為 造 這一個Excel表是上面每一個 最後設計一個公式 就加總起來了 加總起來 所以電腦怎麼會算錯 電腦不會算錯 所以一定有人手動 去改那個數字嘛 第二個 25分鐘滿分 我在台中所有坐公車的 哪一家什麼狀況 那個高中生 大學生 每個都很清楚 坐哪一家 那個車子很爛 司機很爛 常常緊急煞車 常常這個並排停車 也不靠邊停 就停在路中間 大家都知道是誰 當你看到這家公司滿分 你也應該覺得怪怪的 那些官員都沒有覺得怪怪的 好 不只沒有怪怪 還發兩百多萬獎金給人家 對 所以這個 然後現在才說 我們是物質 我們要把獎金收回來 今天如果不是都死人 這個獎金 早就在人家的口袋裡了 不是 今天如果不是都死人 又把核心存把這個報告拿出來 核心存如果沒有結算 這個報告沒有出來 這種報告沒有出來 沒有人知道他滿分 也沒有人知道 他兩百多萬是放在口袋裡 沒錯 就沒有人知道 市政府發了錢給 市政府每年都會表良 這種公車公司跟公車的駕駛 那所以你這家公司 顯然也被表揚 你市政府高中叫的人 我在那裡做四年 叫做第一間 第一間的分數會怎樣 我不知道嗎 那民眾每天都有人投訴 有的沒有的 很多的 我會說市政府抵抖 我記得一下 我比我 我是北斷車北區 我就沒有車車 我就說這台車 這車有沒有去台中火車站 請問市政府怎麼回 市政府說沒有 他就說那我要坐幾號才有 市政府說我哪知道要坐幾號 我這台就沒有去台中火車站 我哪知道要坐幾號 就是投訴 人家多地來 台北來 他說市政府算不錯 我有一次坐公車 因為我 你不要坐 不是 我有一次坐公車 錢車之後我問市政府說我要投多少錢 不要操作就是不要操作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完全不回答 不理你 就當作你沒有問他 還是隔壁的一個女同學跟我說 15塊 我整個投15塊 因為公車司機以前被認為是服務業 服務業 就是說他要一邊開車 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譬如說你可能開到一半 一個阿婆 竟然站起來 走來你的旁邊說 我要到的地方還要整站 問題是那個阿婆沒辦法 你可能如果車車一撞到阿婆撞到 都你要背 所以很多司機現在公司訓練說 那個人拿給你問你都不要說 是這樣喔 你就認真開你的車 你的空開就是開車 不然如此 所以譬如說他開車 有人想對阿婆很害怕 譬如說我開到一半 一個阿婆可能三分鐘 站到會高 可是那個阿婆知道要高了 他就站起來了 站起來司機會他敗 說你坐好你不能開我 因為那個阿婆有可能我香港打冬 那個阿婆看不好 我現在才知道為什麼那司機都不理我 對司機現在被公司教育到時候 我想說我跟問一下 他跟我說一下是怎麼做 你就認真開你的車 所以這個兩難 因為有些真的是 最重要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問 有些是後期他問問他給你錄音 給你錄音 然後就投到那個爆料公社 投上去說 你看這家公司司機多惡劣 我只是問他有沒有到台中火車站 他這什麼態度 這就是公車服務的態度 難怪沒有人要坐公車 這個投訴如果是出來 公司接到這個投訴 公司會怎麼做 公司直接賣那個司機 因為他投訴之後 高通叫他出來賣公司 跟你們亂搞 公司會去賣這個司機 靠他的獎金 跟我說你沒出帳的有獎金 你這位都沒出帳的你有獎金 這位都沒發展有獎金 你準時有獎金 你都沒遲到都沒怎樣 都有獎金 所以他們的司機的時機 是這樣加起來 加起來 我的公車都飆車 沒有 飆車是這樣 這叫政府的制度有關 政府如果說有一種 你載越多人我給你越多錢 是這樣喔 這是一種 譬如說我們台北有一個公車 叫307有沒有 307從那個很廣開過來 大家都開很近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路線 一樣 過六斤在經營 什麼人先抽到最多人客 司機獎金最多嘛 所以前陣307後面307 我絕對把你抓過去 不然人都給你載下去了 公車還會唱人客喔 就是說我公司的制度 如果載越多人 我要領越多獎金 我絕對衝的嘛 好 第一 你都不要管載多少人 公司今天叫你走100公里 一天走100公里 我給你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這是另外一種制度 就是說市政府如果說 我叫你跑跑你當作油籃車就對了 走幾公里我給你多少錢 這是一種制度 叫你再多少人 為了衝這個公車的搭乘率 我們這個台中市一年 1.2億的搭乘人數 我想要變成兩億 我絕對雙方要兩億 要多八千萬出來 是 一年要給八千萬出來 跟你們這麼說 你如果載越多了 我保證越多 然後去跟司機說 你如果載越多我就保證越多 司機就哭哭了 然後第二個 司機要排的路線 這個路線是最冷的 這個路線在舊城區 那路暗色色 路線條 暗色色 他轉彎可能看不到 不一定有客人 還擺這麼晚的班 去跟我們擺下這個 他實在很不舒服 他最好開就台灣大道 那幾天 跌跌跌跌 我們像台北齊的信義路 人愛路的 都不用轉彎 好 開了這種會最舒適 可是你去跟我們擺下這個 你要開 所以這個司機的表演好壞 公司怎麼擺 會影響到他的心情 就影響到他開車的態度 問題這都關係到 一般民眾的生命安全 我們再回來看 這一家得滿分的客運業者 過去黑記錄一箱框之外 這個司機同樣的黑記錄一箱框 聚業跟全體的員工 對於受難者跟受害者的家屬 以及社會大眾市府 然後至上罪十二萬分的遷移 這個造勢的私信駕駛 他未落實入口停浪的 交通安全的政策 也就是他沒有先停 看再開 那導致沒有注意到 右前方其實已經有兩名 這個行人已經在斑馬路 斑馬線上穿越 而導致痛撞 發生了這一起不幸的事故 對於他十三年前 有提到的發生的一個事故 我這邊跟大家報告跟說明 那因為公司的主管 有更新更換 所以事實上 對於他十三年前的 這樣子一個事故 我們確實沒有掌握到 這是公司的疏失 但公司絕對沒有隱瞞這件事情 當年度的評鑑 我們確實是成績不佳 這個是正確的 是物質是正確的 那當年度的 相關的一些虧損的補貼 我們也有依據 相關的補貼的辦法被檢控 我們也希望 這個司法競速的來調查 好 這一場記者會 該講的都沒講到 觀眾朋友 你有感受到 他們道歉的誠意嗎 我們先來講 巨業客運 巨業客運呢 第一時間呢 被踢爆 這個司機在十三年前呢 也出過死亡這貨 他說沒有 沒有 第一時間是公然說謊喔 結果人家把判決書找出來之後 他才說 哎呀 我不知道 他可以不知道嗎 這種撞死過人的司機 還能夠繼續開車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巨業的客速很多耶 台中市府還給他滿分耶 為什麼 這家公司據說啦 罵有說而已啦 我是不知道 這家公司巨業客運到底是有多強大 但是據說 蠻強大的 他的前身就核心啊 怎麼不強大 所以他的地方關係 你看 從地方到各種的這個後臺 私撐到個巨業客運 他可以在這個出事之後 兩天 兩天之後 撞死台中東海女大聲 還在這個路上蛇行 被民眾拍到 他的整個畫面 他這個這一家客運 當出過市就立馬蛇行 你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市府給過滿分的 所以 所以你說這家客運公司 是不是很囂張 很囂張啊 是不是爛客運公司啊 是啊 剛剛我進來 阿川就跟我講說 這家客運公司是跑台中市的海線 然後可能態度就說 不然你把這個海線的 這個經營權收回去 你找他的廠商 去找別的廠商 如果是這種態度 那就不要給他經營啊 不要說什麼一年一季 還是半年的這個路權收回 就不要給他做嘛 來來 做個局長我問一下 那可以不要給他經營嗎 是否是被掐住脖子嗎 那你不給他經營 那誰要經營 找別的廠商啊 所以海線沒人走就對了 這一種台中的線區的公車 每一條路線都是政府補貼的 他去走是政府拜託他去走 你給政府給他錢叫他去走 他這都不是黃金路線 那好意思嗎 就是說 那條路線他可能幾天載下來 你給他開這條 幾天載下來 一天送上下下10個 那個益川的意思說 這不是賺錢的路線 所以也就是說他就可以借此 不是借此 這是台灣現在所有公車的常態 就是說 我知道我也常發到 很多客運都這樣 就可以擺捕了就對了 大家都要走 借此可以擺捕 借此可以囂張 因為你找不到別的廠商嘛 對不對 找不到人嘛 拿滿分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這樣 我以前在台中弄過一個 所以得罪非常多業者 我是這樣 我是一加一的 一加一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要绑 你要找这条黄金路线 我就绑一条不好的给你 绑一条没人做的给你 你要标就两个一起标 叫做一加一 你另外一个说不要 我只要黄金了 那你就不能得标 就这样 你就一加一 那你那一条 你那一条不要 不要你黄金 我也不要给你 这才有办法处理 你不能黄金标得很开心 大家都在抢黄金 然后这一个偏远的 都没有人要跑 譬如说我们桃园 那我们还要拜託 譬如说跑那种什么海线 没错 所以这个是政府的制度 会影响业者经营的模式 但是他走那些 偏远地区的路线的话 政府也有保抵他钱 政府就是保抵他钱 给他走嘛 对啊 拜託他走 他就觉得说是你来给我裹钱 对啊 所以你要请他 这要关系好 这要去拜託 刚刚其实益川你讲的 我觉得我同意 这是一个方式 可是你看看聚业这家客业公司 五年内69起的 这个大大小小交通事故 13年内这个司机 都撞死了两个人 13年前在台中市的清水区 当时他们撞到了 这个一对母女 然后还把人家 拖行的这个司机公司 是骑摩托车 跟这个同一个司机 就这一次撞死 东海女大生的这个 私信司机 一开始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这个聚业客运说 这个司机 这个服务的这个良好 然后没有任何的肇事记录 后来被人家翻出来 哪有没肇事记录 说谎嘛 聚业客运公司说谎 说谎 说了好几次的谎 然后结果被人家翻出来 13年前 他撞死人家的这个母亲 因为妈妈载着女儿 然后后来这个 被跟公车发生车祸事故之后 被拖行 拖行了几十公尺 妈妈最后这个有抢救 抢救了几天不治身亡 然后后来我去查了 问了他们 台中市政府说 因为那个判决事故 判决书上面写 不是主要的责任 是次要责任 我就骂他们 我说谁跟你分主要次要 民众会搞得清楚吗 那就是你司机造势嘛 可是因为他说 监理占了那个 他并没有掉下他的驾照 我说那就是盲点 盲点你们要跟客运公司 去讨论啊 那处理这个问题 你要重严管理 这件事情我的了解 是引起整个台中市政府 内部的团队 都很不满交通局的管理松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